我是道友阿盈 今天我带你追尋三水的独家记忆 你跟我一起出发 三水的红色地标 如散落的火炬般 装点着辖区各地 纪念着底蕴深厚的革命文化 位于廉教村的罗氏宗祠 曾是中共三水县 工委机关驻地救治 如今已经挂牌红色驿站 将红色基因嵌入宗祠 将红色精神 注入代代传承的记忆 抗日英雄纪念碑 承载着革命烈士的豪情专举 他在这里助力展望 刻印着爱国情怀的勇敢无味 非无止文化遗产展馆 在一道道展品前 带领游客 逆降于游 研学传统经典 传播飞移的人文魅力 革命先烈邓培的故居 先后历经三次休息 并且进一步拓展万围 邓培纪念馆也顺势而成 无不述说着逝去的故事 而缅怀先烈 也让我们获得更多潜行的力量 来到三水区博物馆 路过纪盐塔 随处可进的大型浮雕和雕塑 记录着三水各时期的动人故事 偶一驻足 细细观望 对三水的留恋 便更多一分 来到河口古渡小镇 便能目睹整个三水近代史的缩影 朱里的百年海关 码头上承载着当地水运商业的新刷历史 从陆地延伸进江中的半江桥 成了数百年来观光江流的最佳亮望台 开启三水一带文运的奎港文塔 相传明代新建之初 正是为了避免粉地灵气外泻 引导唱文运新闻风的氛围 这种鼓励上进闻风不坠的精神 也一直延续至今 回来后很久 三水的风土人情 依然对我的生活 产生了牵移默化的影响 从认识三水 到爱上三水 要用多久时间 叙叙事实中 我和三水解下了一段缘 通过一趟旅行 五段美好的回忆 我找回了消失很久的感觉 告诉我 尽兴活着 生活其实很美好